79人遇难1300人失踪特朗普视察加州山火灾区遭抗议美国,岛屿美国加州山火已至79人遇难1300余人失踪,其中63位遇难者也被确认身份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加州视察灾情时,有当地居民举牌抗议,真的是我们的错吗? 持续燃烧了10天的加州山火依旧肆虐遇难人数,失踪人数直线上升,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加州视察灾情,有当地居民举牌抗议,真的是我们的错吗? 据美国广播公司App News18日报道,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趁目前山火已至79人遇难1300余人失踪官员们表示,其中63位遇难者也被确认身份。 17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,前往加州视察灾情,陪同前往灾区的有即将退任的州长杰瑞布朗,Jerry Brown,和刚延德中期选举的新州长加文纽森, Avenousen特朗普承诺要加强山林管理以降低日后山火,发生的风险,我们必须加强管理和维护工作。 特朗普称,我们不能让此类灾害再次发生,因此相关工作必须得加快。 现在已有很多人员参与进来了,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很多研究也在进行。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场灾难。 这次火情实在太严重了,特朗普正式查灾情。 而东方,IC白宫推特截图此前特朗普曾发推,特指责加州森林管理不善,加利福尼亚,没有理由发生这种大规模的,致命的和损失惨重的森林大火。 除非森林管理非常糟糕,他要求当地政府及时补救,否则联邦政府会停止拨款美联社。 趁当地居民在特朗普视察期间举牌抗议,似乎是对他此前这条推特的回应。 特朗普推特截图,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,周五十六日加州北部布特县Butte County,统计失踪人数为1,011人周六上升,至1,276人该县警长科里霍尼亚, 科里霍尼亚,称随着调查的不断进行这些数据将会不断变动这次火灾,是加州历史上破坏力最强,死伤最严重的山火。 特朗普灾情视察的第一站是坎普山火,Campfire重灾区,被加州不由特县的天堂镇真是彻底的破坏。 特朗普说,我们从没见过加州发生这样的事情,被大火摧毁的天堂镇at视觉中国at东方IC随后,特朗普又去了南加州洛杉矶附近的海滨城市马里布Malab这里遭到了乌尔西山火Lose Fire的连日摧残。 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趁截至17日晚,北加州的坎普山火,过火年纪已经超过600平方公里,约1.3万吨建筑,被毁,目前55%的火室已经得到控制。 这是到目前为止加州里,史上最致命的一场火灾,非常不幸的是它正变得更加糟糕。 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的战略规划主管汤姆·波特·桑普特谈到坎普山火,时趁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天堂县几乎被坎普山火,烧城平地大部分山火遇难者都死于该县。 波特趁现在,整个天堂县都变成了有毒的荒地,坎普山火,一度形成了火龙卷,现象火势凶猛当地居民。 正驾车逃离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同时表示,南加州的乌尔西山火过火年纪398平方公里,900多栋建筑物被毁,已有82%的火势得到控制。 报道称被乌尔西山火烧毁的建筑物中,包括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布景,加州南部乌尔西大火。 目前山火产生的浓烟,造成加州多个地区的空气严重受污染,导致当地空气质量急速下降至非常不健康。 水平浓烟笼罩的加州at视觉中国旧金山交通局,在网站发布声明说,灵火和当地气候的影响,导致旧金山的空气质量指数,从红色的不健康,水平升级为紫色的非常不健康。 水平官员们建议,灾区居民最好待在室内,避免暴露于室外空气,若外出,需带上防护面具与此同时,不特限公共健康部门发言人说一些灾民安置点,出现诺瓦克病毒感染。 诺瓦克病毒传染性强患者主要症状为恶心,呕吐,腹泻,身体疼,痛。